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现在就看到我们后面这台又大又硬的车就是2021年Mercedes-Benz AMG GLS63 这台车其实是4.0匹V8的发动机 但是我听说2022年V8发动机要绝版了 对 说Mercedes在今年要停产所有八缸的发动机 哦 为什么呢 污染环境 官网说是supply chain的问题导致V8车型暂停供应啦 但是它也污染环境 OKOK 2023年呢它可能会出混动啊或者是电车啊之类的 我最近身边认识的很多人 他想换电车然后又不想换特斯拉 他们都在考虑奔驰 最近电车是一个趋势嘛 嗯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趋势告诉大家要把握住机会 有的时候你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你想要的车 就算有时候你有钱你也得不到女人的心 大家可以看到这台车非常的大 它有5.2米 哇 所以它是一台7座车 对7座车 其实对于一个7座车而言 像它驾驶性能这么好 还能适合全家人体出楼用的 选择其实非常有限 其实7座车我们之前也是驾过 Mercedes-Benz的 GLS450 还有宝马的X7 那其实GLS450呢就是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好爸爸 非常从容的一个感觉 对 那这台车呢 这台车就是一个不服老的老男孩 哎 车主有点不高兴 那作为这么重这么大的一台车呢 它的马力站能达到603扭矩是627牛米 OK 0到60的加速度非常快 它的官网显示是4.1秒 我也看到很多网上的人说 它其实实际的是可以达到3.8秒的 哇 低于4秒 它的速度呢 其实是可以跟保时捷718K们做一个媲美的 哇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车可以对比那么小的一个跑车 我们现在就来试驾这台传说中 又大又硬的GLS63 AMG GLS63 凭借性能 空间和舒适度 征服了无数爱好者 2021款搭载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综合最大功率为603马力 扭矩为627磅英尺 奔驰自家给出相对保守4.1破百的成绩 这台GLS63它的前脸使用的是钝形的进气格衫 内部点缀的是镀个直瀑布式的中网 前脸搭配了全LED矩阵大灯 还支持AFS随动转向功能 Logo这个标非常非常大大 你看我的一个手都无法掌握 这个标呢它其实比较平 后面是有位置来安放它的雷达 那大家看到呢 这里呢就是AMG最有特点的进气口 两侧大尺寸的进气口 让这台车急剧辨识度 这是V8发动机才有的哦 平心而论啊 这台车的前脸单段式设计 非常的有运动感 正在我的审美的点上 那这台车前后呢都搭配了23英寸的轮毂 可以看到非常的大 感觉很厚实哈 那这个前轮毂盖的设计呢是monoblock的 可以看到它是AMG独有的设计 非常的复古 那普通的刹车呢 其实都是红色的卡钱 这个车就搭配了非常特别的金色卡钱 然后它也是探陶刹车 但是这个非常复古的这个盖子 就把它给挡住了 太可惜了 对你只能看到一点点 果然男人都是享受偷窥的乐趣 那我们现在到了后面这个轮胎 它后面轮胎是325的轮胎 搭配的是小米宝宝PILOT SPOR 4 它是个夏天的轮胎 所以这台车平时在加州驾驶是OK的 如果你要去滑雪的话 你是轮胎跟轮毂都需要更换的 LED巨型尾灯 延续了奔驰家族的设计风格 上面可以看到这一条贯穿式的渡客条 视觉上拉长了车尾的宽度 我们再往下看看 它的排气孔也是或真价实的呢 可以看到它后面下方呢 是AMG的四出排气 我们等一下可以听下它的声浪 刚刚正常点火呢 大家已经听到了 现在我们来一个 Emotion Start 一台七人坐的家庭的SUV 还可以有这种消息 不论不累的 这个车真的很大 整段垮掉 侧面来看 GLS63保留了SUV该有的硬气设计 屁股设计依旧很刚硬 车长达到了5米2 每次拍这么大的车友都很开心 因为可能会显得我们两个娇小一点 但是我们上次拍GLS450的时候 很多人说你们是不是一米八 说为什么你们两个在这个车前面看着那么大 那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第二排的空间 我现在第二排的空间就已经调到最后面了 就非常的大 这台车呢说是七座车 它也确实第二排的空间会比平时的五座车要大一些 它中间这个空间呢也是可以坐一个成员的 很大 然后一点都不拥挤 搭配上它的全景天窗 你就会觉得视野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坐在这 我这么高的一个大鸟 我坐在后面都觉得 真的是空间很大 那我们去看一下第三排的空间 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了 电动的就是比较好 我上来了 这里有个按钮我可以把第二排的座椅收回来 然后它还有个头枕 不会再打到我的头吗 嗯 嗯 OK吗你 身子OK 就是这个车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 头顶的距离是OK 其实我觉得这台车没有太大的压抑感 因为它这边座位比较高 所以我们前面是能看到前面的风景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点我想吐槽 它这里有一点压抑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是 封住的 而且它前面的窗户是开在这 如果它可以开到这里的话 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就会感觉很open 可能会视野会更大一点 对 它以高度而言 它的空间还是不错的 你给它第三排 如果打分的话能够打多 可能给它打75分吧 我也差不多 但是第二排跟第一排的舒适路透空间的话 我觉得可以到90分 那我们现在可以感受一下它后备箱的空间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空间是 第二排正常坐 然后第三排打下去之后后备箱的空间 其实现在看来 放几个正常的行李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也没有说特别大 我觉得是因为它后面还设计了第三排 所以它还加了把手的侧面 会觉得稍微窄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坐买人后的后备箱空间 我们把第三排打上来之后 它车后面的后备箱就很小很小了 第三排后面 竟有17.4立方英尺的行李箱空间了 这台车第二排和第三排的座椅 都可以在后面操控 第二排在左边操控 第三排在右边操控 然后我们可以先演示一下 把第三排放回去 大家会调节一下第二排的空间 第三排放倒后 有42.0立方英尺的空间 第二排也是一样 只要按一下子 它的座椅就可以自动的下去了 而不用长按 你按完了之后 它会先调节你的头部的靠枕 位置好大 这台车真的是很长 然后5米2的长度 大家出去演员的话会非常的舒服 感觉冲浪板都能放进去 对 那大家都知道 Mercedes 的内饰是非常豪华 然后非常舒适的 首先你坐进来 你可以感觉到它前面两个 12.3英寸的屏幕 看着就非常舒服 非常适合老人家 GLF63采用了AMG的三幅四方向盘 两侧还有打孔装饰 车内很多的区域 比如中控台和门板 都有大面积的高关拧幕施板 再配上落合金配色的多功能按钮 既运动又豪华 它的座椅啊 它的方向盘啊 包括车的侧门 它全都是全皮包裹的 再搭配着它64色的氛围灯 就是你想要什么氛围就有什么氛围 64色都有什么氛围那么多 黄色 这台车的音响是升级过的 所以它是伯林之声的3D音响 那这台车呢 它前面的座椅是有加热 通风和按摩的功能 它最大的一个优点 它就是座椅这有个通风的功能 很多的通风功能 它是往你的后背和脖子吹风 但这个不是 它是西风 所以你只是会觉得说 后面就是有一点点风 但是它又没有吹到你的脊椎和后背 第二排呢 是只有加热 第三排呢 也是只有加热 所以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司机如何一边加热一边按摩 好 可以先 回来 Driver 我也要好吗 所以这个按摩模式呢 它是每个按摩模式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它的按摩的方式是模拟手 you know 就按牙 而不是说只有震动而已 有点好舒服 Drive Mode在这里调节 这台车有7种驱动模式 沙地 越野 湿滑 个性 舒适 运动 和运动plus 那我们刚刚的Emotion Star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嗯 左手可以按着波片 嗯 嗯 哦 这个又转了 哎呀 我刚才爬了 怎么怎么成这样呢 哎呀 刚好在这儿 哈哈哈哈哈哈 哎它油门还挺敏感的 哦这个车友抬头响了 哇 哇 这个点头感好严重 哦 真的很严重 我觉得这个车的其实风噪方面的话挺好的 嗯 就是没有什么外面的声音 嗯 但是它可能是因为二十代英寸的龙骨 所以它的路噪声还蛮大 还有展览感觉一下 哦它的方向盘好灵活呀 嗯 我觉得我像是开一个旧车的方向盘 是啊 是啊 就是可能因为它方向盘比较小 你会觉得你紧波动了一点点 然后等于它就 给你大大的 反馈 反馈 对我的feedback特别好 这种感觉 对其实这一点我感受还蛮深的 因为上次我们试驾那台同样大的GLS450 它转弯的时候就是晃晃悠悠的 对 然后这台车转弯的时候特别稳 就好像是有一个天平把你hold住的一个感觉 我加加速了 加速吧 哇 哇声音很好听 不是你为什么老是 我踩一下机它就会这样 为什么我感觉你每次踩油门 你都是在断断续续的一点一点的在踩 我是慢慢往下踩 但是因为它还是油车 所以它会有那个lag 你就会觉得它加速是一下一下的 因为我很久不开油车 那这台车呢 它是有48V轻火和电机 当然这个不是AMG独有的 很多Mercedes都有 然后它在可以稍微省电一点的同时呢 还可以在你加速的时候 不会给你lag感那么强烈 有时候会给你一种错觉 说会有一点点电车的加速感 你有吗 你有这个错觉吗 我没有 那我现在换一下Score 现在是Score Plus 我现在调到Score Plus mode的时候 它Sexpansion会降到比较低一点 让我们看一下它这样降低后 会不会眼头感好一些 好像好一点点 有一点好 还是你故意的轻柔了一点 我还是知道它有点像不服老的男人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那种 有点吃力 就是有种感觉 你可以感觉到它是一个 比较庞大的一台七座车 但是你在驾驶的时候 你又觉得能控制住它 它不会忽悠 让你说不小心会被碰到哪里 对 非常confident 是啊 那等一下我要好好地实驾一下 那我要开始咯 方向盘你说的对很细 它就是比较小 对 一般像那个宝马它的那个 方向盘就很大 比较粗的 那我要试一下转圈 很冷啊这个圈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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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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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玩辆Sport Plus了吗 然后我们可以加速准备一下 这台车是有一个EQ Boost System 所以它0到60的加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其实差不多3.8秒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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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一台车会有小猎豹的感觉 哈哈哈哈 哎真的很 痛快的车 是啊 你点都不慌又不软和 对 挺硬的 但是我坐在里头我也不难受 因为我开的比你好啊 哈哈哈哈 你看看我的刹车 怎么样 那个我们的passenger 是不是我的刹车比较舒适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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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这台车入手呢 窗只是15万7 但是加税和加价之后呢 是19万才能拿到这台车 哦 基本上快要10万了 对 而且现在你有钱也买不到了呀 嗯 所以你可以买二手的 或者是某一些dealer 可能就有那么个几台 嗯 所以这台车呢 车主是在Calabasas买的 那有另外一家dealer 我就不说名字了啊 还要加5万块钱才能拿到这台车 嗯 所以现在美国的加价还是蛮严重的 嗯 那你开吧 我我先按摩一个啊 passenger relax 哦 舒服 哇 我把你关了 为什么啊 哈哈哈 哎不行 我不能关你 我关你我也没有 你有感觉吗 有啊 哦 那我们可以一边按摩一边开 嗯 哎其实我觉得这台车真的就是那种 比较追求生活品质的人才会买 你想谁没事开个车要按摩啊 我有钱我也会 是吗 你好发啊 不是因为你知道像我喜欢去爬山跟滑雪吗 然后经常会开很远 嗯 如果你直接坐在车里头你的肩颈会很累 就说就很希望说啊 如果带按摩工的你就好了 购买这台车的target的人群呢 是有点像要购买麦巴赫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想要一个不同的感受 我们刚刚也问了一下车主 他说麦巴赫的话 啊 要加价10万块钱才能拿到 有点太太夸张了 对太夸张了 所以就决定买了这台车 我真的觉得就是买这台车的人 都是对生活水准是有一定要求的 不像我们这样子 就怎么都无所谓的 哈哈 我的社会也是有要求的 你有什么要求 不吃坚果吗 哈哈哈 所以如果给你20万 你会买这台车吗 不太会 哈哈哈 我觉得我也不太会 哦 我觉得任何车 只要让我自己开的比较多 我就不想买它 如果有20万 我可能会顾个司机 哈哈哈 然后坐在Prius里头 我都觉得OK 所以总结下来说 这个车其实确实是属于有大又硬的 是的 还是可能是因为它车就是太大太重了 所以加速起来的话 会有一种吃力感 我倒是没有感觉到吃力感 我觉得还挺有小猎豹的那种感觉 是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开电车习惯了 哦 就是一脚油门它没有出去 我就会觉得有点急 哈哈哈 外观方面的话 这个车外观其实不差 嗯 它外观也还蛮运动的 对 特别是前列特别好看 嗯 内饰的话感受其实很好 不管是暂时感受 还是坐在里头感受 它都蛮豪华 蛮舒适的 其实我觉得这台车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target的人群 不是很明确 我觉得想要这么有品味的人 不多 我觉得可能不会有太多人买这台车 尽管它速度快 而且功能比较强 对啊 但是呢 它的价格可能会 让很多人望而却悟 那我们今天的试驾呢 就结束了 这台又大又硬的车呢 没有辜负我的气 嗯 我觉得也还不错 但是我可能不会买它 就性价比而言的话 我觉得可能 对我而言会觉得有点太贵了 如果家里没有那么多人的话 没有什么需求 需要买这么大的一辆车啊 这台车很适合有家庭 又非常爱车的人入手 接孩子和家人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comfort mode 那么自己开的时候 可以选择sports mode 这台车能满足生活中 对不同角色的要求 那谢谢大家观看完我们这一期的视频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对你有帮助呢 那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评论 点赞 关注 转发 那我们下期再见哦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反而像是一头追逐猎物的猎豹 冲向每个弯角 你就跟他说吧 嘟嘟好笑 嗯 's 嘛 好呀 这节目 快点 就是 你的 好 这个 把